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弊案 遭积压禁件第五天 透过律师发声明表示确定不提抗告 理由是不愿意让法院有所为难 也请检察官积压情间 穷尽一切调查义务 检方积极追柯文哲不明账目跟金流更没有提 之前传出了查扣柯文哲随身谍当中的资料 清楚记载2022 11月1号小省1500省庆金 不过当天台视记者随行采访 确定柯文哲都在拜会里长 1500不是当天和沈庆金会面的时间 那么1500究竟代表什么呢 检方还要调查 而同时也首度提讯再压的沈庆金 白色寒山蓝白拖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坐在轮椅上 整个人看起来虚弱无力很没有精神 收押后首次被提讯到台北地检署 不只要查他跟柯文哲之间有没有对价关系 更重要的是金华城图利案外传查扣柯文哲随身谍中资料 清楚记载2022 11月1号小省1500省庆金 1500代表两人见面时间吗 台视记者11月1号当天随行采访 下午2点到5点他都在大同区中镜区拜会当地里长 可以证实1500不是和沈庆金见面的时间 那1500省庆金到底是钱还是有其他含义引发猜测 只是消息泄漏舆论也延烧 北京从原本无法证实到现在要灭火 不得不主动分他自然调查 是否有人泄密设计步伐 他提抗告吗 柯文哲被鸭第5天 委任律师一早又到看守所来申请律件 最后终于定调不提抗告 柯文哲透过声明表示不愿让法院有所为难 还说请警察官两个月积压期间 穷尽一切调查义务 确定不抗告难道是柯文哲又出招码 引发各界讨论 某个程度来讲他可能是要展现说他可能是无辜的 那但是其实也是给律师比较多的时间 有律师认为其实柯文哲要提抗告成功有一定难度 与其花时间写抗告状 不如多为王后的工房做准备 更直言接下来压力就给到了检察官身上了 不过也有人说阿伯被压可能会超过两个月 甚至到一审之后恐怕更遥遥无情 以图立罪收押 检方还要继续厘清不明帐幕和金流 专办团队特别找来追金流高手陈文景检察官加入专案 他过去曾侦办S王牌交易所诈骗案成功起诉 这回要厘清相关金流 造出蛛丝马迹 柯文哲确定收押两个月到底有没有收贿 又被掌握了哪些证据 间变工房战线也越拉越长 记得中的报道